俄罗斯官员说,星期六清晨因一场大火造成102人死亡的夜总会的业主和经理被拘留 出事的是比尔姆市的伯马夜总会 有关官员说,他们两人被拘留是因为违反了防火安全规则 夜总会的塑胶天花板被所谓冷烟花点燃,夜总会随后起火 冷烟花比常规烟花的温度要低,大火还导致至少134人受伤 美联社报道说,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播放了从夜总会内部拍摄下的录像 录像显示天花板正开始燃烧 从录像中可以看出,夜总会顾客未能马上察觉火情 一旦发现后,他们都拥挤在出口处 俄罗斯紧急事务部、内政部和社会发展部的三名部长 已赶到比尔姆市协调救援工作